投資策略 在增長見頂後,市場將如何前行? 過去兩個月的數據有力證實 我們對2021年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8%的預測 隨著未來美國的經濟增長即將見頂 這個會對市場產生何種影響? 其中一個方面的影響 是對通脹的擔憂及其如何影響市場 由於政府在後環球金融危機時期 採取的非常規貨幣政策 導致的對惡性通脹的擔憂並不新鮮 事實上,現今令人擔憂的通脹消息 令人聯想起2011至2012年 在這個期間,很多人認為 史無前例的貨幣寬鬆肯定會導致通脹價格禍告 而事實證明並非如此 2013年核心通脹率創50年新低 對當前局勢進行深思熟慮的評估後 我們認為,未遲可能再次成為通脹恐慌 而非通脹危機 而且我們預期未來通貨膨脹將逐步 而不是以無法控制的方式上升 其中一個原因是 目前正在發揮作用的暫時力量 例如由於疫情造成的存貨水平低下 及交付時間長,預計將得到解決 儘管由於環球經濟復甦及基礎設施更新 使得需求不斷增長 大宗商品價格可能會繼續上漲 在2000年代初的上一次大宗商品牛市期間 核心通脹率水平並沒有持續增長至高於趨勢水平 隨著我們開始過度至經濟週期的週期中斷 盈利增長將在推動股票上漲方面 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有鑑於此,我們繼續看好 具穩定盈利前景的一些藍籌科技股 結論 展望未來 儘管我們在盈利和經濟增長 具備充足流動性這一健康背景下 對市場前景持樂觀看法 但由於風險資產價格上升 使得風險回報水平吸引力減弱 理所當然地相約了我們的信心 鑑於股值指標 例如高市盈率及股本債券比率 接近週期高位 有理由認為 活躍的股市已經在反映經濟復甦方面 取得重大進展 雖然我們亦預期隨著經濟增長改善 向週期股輪動將獲得更多資產 但這次輪動的大部分可輕易獲得的帳幅 已經成為過去式 而且我們認為對於投資者而言 重要的是更為謹慎地進行 至上以下的個股選擇